我们觉得香港是一个非常具有国际化的城市 然后呢我们选择香港首先除了离家境之外呢 也是有助于提升我们的国际视野吧 然后香港高校也可以为学生提供更好的 就是教育的环境和资源 然后在中国花园游泳备战巴黎奥运会期间 其实有许多科研力量的介入 然后我认为科研手段的介入 其实是非常有助于我们成绩的提高的 所以我们选择了体育教育和运动科学这个专业 首先是跟我们的专业也比较结合 希望通过结合自己的就是训练经历吧 还有提升专业知识 可以不断地推动体育科学的进步 然后同时在提升自己专业技能的同时 为中国花园游未来的发展 更加自己的力量 进步 对 对 acord